你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巅峰赛吗 不其实非常离谱 开局本来打算看看有没有好心人 送我一个超级起步 结果大家没有这个想法 本以为这里没有一个好蛋 突然一个小红蛋抱着一个青蛋就送他一程 想着一个超级起步 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自从以后我连他的尾灯都看不见了 这里的弹票我被弹板压着耽误了点时间 他直接用滚动和我拉开了距离 不过我颈椎不舍差距不是很大 最离谱的来了 在这个拐角处他捡到一个传送门 然后利用升降台 直接飞到了终点 这不会是飞人吧 最终更多精彩内容 三连支持一下不迷路 再次见到他就已经在过下一关了 而我们死命的追赶 结果在第二个弯道的时候 他就已经到终点了 只用了57秒就到了 这也太流畅了吧 要知道我这可是鸽子弹断位的颠 就离谱 小伙伴们你们最快到终点是多少秒呢 不过第二关是蛋蛋乐 没有人帮我超级起步 那我就自己创造 看我自己踩在红蛋的头上 凌空一跃 一二口 有了这个超级起步 这局我必第一 嗨嗨 小问题 我是看他们太慢 所以故意让他们打 这次 我还 让他们一次 臭不要脸 不是 这墙壁是不是针对我 我要认真了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 看倒没 这就是打开手机屏幕的我 最后一关是跃动舞池 这当然要选择隐身当老六啦 我是老六 算了 我还是选择无敌吧 因为在这里 我们要躲避冲天而降的音波 要是被音波攻击到 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跳舞 很容易被人偷袭 你看这一波一个小子弹 就是不能动 结果被我一个炸弹给炸飞 但只要我们开启无敌 就能无视音波攻击 这可太快乐了 接下来 该我上场表演啦 杀我走我要回家 好险差点 就下去了 看来猥琐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我们得主动出击 捡到一个滚球 看我直接把他们砸下去 哎 我怎么又被音波攻击了 我去 这也太巧了 不过问题不大 这个小粉蛋还想捶我 看我一个无敌直接躲避 零了零了零了 我去 有个绿弹踩着我的地雷被炸下去了 这也太倒霉了吧 场上就剩下三个人了 开启 猎杀时刻 嗨 玩了半天 怎么还是满血啊 好烦哦 捡到炸弹注注信吧 看我一个炸弹冲击 直接炸掉一个 就剩下最后一个黑弹了 偷袭 想偷袭 我看我一个回手套 轻松拿下 我这也太溜了 甜因不是 promising 猎杀时刻